弟兄姐妹们新年快乐 感谢主啊 有机会我们第一个主日一起来敬拜 一起来侍奉 特别在这一周啊 我有机会跟好多弟兄姐妹们一起来 大家可能经过厨房都是看见要更新我们的厨房 虽然很累 我是一直平常都是坐着对着电脑写讲章的人 这个礼拜都在弄那个装修的时候 动到第二天我的腰就开始有点站不起来了 但是跟弟兄姐妹一起去侍奉的那种的经历 那是好都无比的 你想想这些人 他们在外面做这个工作要收多少钱呢 干嘛在这个时候假期要来做 目的是什么 为了侍奉主 因为在侍奉当中所得到的喜乐 那是没有其他东西能够对比的 所以盼望在我们新的一年当中继续的来服事神 那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呢也是 侍奉主 我们讲到马拉基书的最后一讲了 我们几乎用了一年的时间呢 讲旧约当中的最后三卷书 撒加利亚书 哈盖书和马拉基书 今天去到最后了 主题就是怎么样去侍奉 因为侍奉主不单单影响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 也影响到我们将来面对末日的审判 那马拉基书的经文呢 一样了我们已经讲了五次了 到第六次我们应该可能有一些印象了 就是都是神和以色列人的对话 以色列人很不满意神对他们的做法 这里一开始神就开始发话 他说你们用话顶撞我 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你呢 你们说侍奉神是突然的 遵守神所吩咐的 在冠军之耶和啊面前苦苦栽戒 有什么益处呢 看到以色列人心里面在想什么吗 我干嘛这么听话 我干嘛要侍奉神呢 你看那些不侍奉的人好好的 我们侍奉的人这么累又没有好处 还不如不侍奉呢 讲到侍奉的时候 我们得要理解什么叫侍奉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迷惑 当你写侍奉的时候 我不知道这个普通话读音会不会有不同 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是侍奉对吧 但很多时候也会用做事情的事 侍奉对吧 两者有什么分别啊 有分别 我们慢慢地讲什么分别 我们今天讲的是 这个是服事的事 侍奉 侍奉 在教会 比如说那些领唱的 年轻人也好 或者其他的人 或者有带领小组的 也有做清洁的 做装修的 各种的工作 他们在教会做这些工作 算不算侍奉呢 算 答案是算 也不算 为什么呢 我记得好多年前 我还是青年传道的时候 我带了三十几个年轻人去City 在平安夜的时候 去唱圣诗 报佳音 在街边 好好玩的 拿着吉他 抬这个喇叭 一路沿着街 唱歌 唱圣诗 我们要报平安的信息给人嘛 而且呢 这三十几个年轻人里面呢 还有几个不信主的 那不信主的 他来跟我们一起唱干嘛呢 为什么 好玩啊 对吧 这么多年轻人在一起 多热闹啊 但是他们来只是因为好玩 一个不信耶稣的人 他在教会唱歌也好 他在教会干一些的活作 什么工作也好 他不能够被称为 侍奉神 这个侍哦 特别是 这个侍奉是服侍的意思 侍利的意思 就是站在你主人旁边 去侍奉你的主人 或许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字 做侍情 那个侍奉可以 因为他是在教会 为教会做一些的事情 但他并不是是一个仆人的身份 侍利在旁边 去服侍他的主人 这有分别 对不对 所以侍利 这个侍奉 可以包括做事情的事的侍奉 但是做事情的侍奉不代表是这样的事例的侍奉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讲到这一个事的侍奉 是什么呢 我可以给他一个定义 是一个真正相信神的人 过着尽前的生活 这就是侍奉神 为什么 首先你要真正的相信 因为只有你真正相信神 你真正相信末世是有审判的 你相信耶稣的救赎 你才会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上面 你去考虑神的意思是什么 你会把耶稣做为自己生命的主 因为你相信末日会有审判 你相信有一位掌管者 所以侍奉神是一种生活态度 而不是你做了什么事情 做事情的侍奉 它是为神做事情 也是好的 不是不好的 在教会做这些工作 福音工作 做任何的 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一个焦点 服侍这个事 侍奉 一个敬畏神的这种生活态度的话 你不论做什么事情 包括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 你的家庭里面 你的工作上面 他做那些事情 可能跟教会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那仍然可以称为侍奉神 为什么 因为你把那些事情做好了 让别人能够认得出你是基督徒 让别人能够看到 信仰在你生命当中 带出来的影响 那就是侍奉神 所以就算你没有在教会做那些的事情 只要是你在自己的岗位上面 能够荣耀神的名 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你都是在侍奉神 那侍奉神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十六节他说 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 耶和华彻而听 且有纪念彻在他面前 记录那敬畏耶和华的 这里提到两次敬畏神的人 侍奉神的人 就是敬畏神的人 不是你做了什么事情 而是你敬畏神嘛 这让我想起这里提到的 就纪念彻彩的面前 你想到哪一卷书啊 启示录 最后审判的时候 生命册 对吧 生命册 凡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 会怎样 会丢在有王的火壶里 是不是啊 这里一样了 其实不是几世录写啊 几世录是新月最后一卷书 其实在旧月最后一卷书 也这么写了 那日临近 也就是最后审判的日子 有什么发生 狂傲的行恶的 必如睡即在那日 必被烧尽 圣经 它不是一本故事书 不是一本科幻小说 不是用来看看娱乐的 它是告诉我们人的来源 人的历史 不要小看它 它里面所告诉我们的 必定会发生 而在末日审判 是可怕的 但是那些可怕只是对那些不敬畏神的人 对敬畏神的人来说 那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好日子终于到了 我们可以安息我们的劳苦了 而且在那个日子里面 敬畏神明的人 在那一日有公义的日头出现 公义的日头是什么 日头是暖 表达着神 当时会给到我们生命 给我们温暖 而且他会在那里 医治我们 医治我们曾经所受伤的心灵 公义要在那个时候 才能够完全的彰显 而且还要这里说 你们必出来 跳跃如圈里的肥毒 肥毒就是肥牛 那我们是不是吃火锅被变成肥牛了 不是这样 肥牛的意思是 被神照顾得很好 能跳跃的 充满力量的 活泼的 这样的比喻 就比喻着我们的生命力 在当时候是完全的展现出来 而且第三节说 在那个时候 你必见到恶人 在我所定的日子 他们必如灰尘在你脚掌之下 这是讲到所有敬畏神的人 相信耶稣的人 在最后将要与耶稣基督 一同去审判其他的人 神要吃那个权柄 给那些信他的人 这就是圣经今天的主题 它跟整本圣经都是一致的 都不断地在告诉我们这样的信息 审判的信息 那回到今天了 我们教会在侍奉的主题上面 我们基督徒有面对什么问题呢 很多人一想到侍奉的时候 连上教会就是 教会不够人做事情 对吧 这叫侍奉 不够人侍奉 但是如果我们说 不够人做事情的事 就不是这一个事了 是事情的事 不够人做事情 侍奉 但今天我想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不是教会有没有人做事情 而是很多人 不认真去思考自己的信仰问题 这和师父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关系 因为很多人上教会 他归上教会 离开了教会 他们自己怎么生活 还是自己什么生活 他的信仰生活 和自己的生活 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在生活上面呢 所有的决定 从来不会考虑 神的心意是什么 考虑的是我自己的喜好 我自己的兴趣 我自己要做的决定 做事情也不会去考虑 将来如何去面对神 为什么他们不怕神吗 不是不怕神 是不想去思考 你想啊 如果他真的天天去思考 天天读经 看到这些经文 你不害怕吗 大家在逃避 不想去思考 因为不想改变 现在的自己 自己现在挺好的 以后再说 不想去改变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 为什么很多人用信用卡 明明还不上钱 还今天花了再说 明天是明天的事 很多人喜欢实践那句话 很浪漫的话 不在乎天长地久 接着什么 只在乎曾经拥有iPhone13 所以把credit card刷了再说 下个月能不能还得起 下个月再算嘛 对不对 多么浪漫的句子 我们吃药知道了 苦的药外面放上一层糖衣 容易吃一点 魔鬼常常会把毒药的外面 加上蜜糖 让你有一个美丽的外表 是每一个人看见就想吃 这些就是一种的世界的意识 在灌输给我们 而作为基督徒 我们知道 这不应该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我们要考虑的是一个永恒的 因为我们的生命 不是这短短几十年 你结束了就没了 不会的 人的生命不是如灯灭一样 你死了就完了 如果死了就完了 你今天做什么都行 但不是这样 你的灵魂会永存 将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会身体复活 但是你会去哪里 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但为什么我们还是 知道归知道 知识归知识 但是我们该怎么生活 还是该怎么生活呢 逃避 那基督徒我们要过一个 怎样的侍奉的生活呢 我们应该怎样地来实践呢 那刚才我们讲过了 不是单单在教会做事情 才是侍奉神 在教会做事情 那个也是侍奉 是做事情的事 侍奉神 但不是事例的这一个事 侍奉神 而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个环节当中 我们都能够侍奉神 所以我们用的是生命去侍奉神 大家认不认识这两个人 喜欢打篮球的人都认识这两个人 是不是啊 两个篮球明星 我不打篮球 但是我不太 就是没看过他们打篮球 但是我认识他们 他们很出名 为什么很出名呢 这个黑一点的 他叫韦德 他出名是 他常常用三号球衣 他选择去不同球队 他用三号球衣 为什么 人家问他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的信仰当中 我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 他希望在任何的地方去表达他的信仰 而且他坚持 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 交给母会 这是他的教会 一个篮球明星 加上他的代言费 他的收入的十分之一可不得了 是不是啊 我们可能当我 就是我的工资只有一千块 我给十分之一很容易 当我有一百万的时候 我要给十万 就很痛苦了 对不对 他除了教会生活之外呢 他一直投身于这个公益的事业 他最出名的一个故事是在2008年 圣诞节 在美国佛罗尼达州有一家人 他们的小孩子不小心 就是弄火把整个房子给烧毁了 在圣诞节当中 失去了整个家园 当他知道之后呢 他马上送上圣诞礼物给这一家人 送什么 房子烧了呀 送一栋房子 连家具 当然了 他的能力比我们强 比我们很多人强 他可以有能力去送一套的房子给别人 可能我们做不到 但很多其他的事情 我们是做得到的 侍奉神最大的工作 不是做事情 而是在你世上为耶稣做见证 别人能不能在你身上看见耶稣 认识耶稣 这才是侍奉 认识这个伟德的人 都知道他是基督徒 因为他的生活 就是过着一个敬前的基督徒生活 而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神都有一个侍奉的计划 在我们身上 所以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对不对 我们的身份不一样 我们的工作不一样 我们的家庭不一样 但是任何的地方 你都可以侍奉神 这个篮球明星很多人认识他 所以他用他的名气来侍奉神 他出名之后 他继续过敬前的生活 让更多的人知道 他是一个基督徒 而且没有给耶稣丢脸 当然中国人 我们更多的认识是这个 中国人的样子的这一个 对吧 认识他吗 对 林书豪 他最出名的 其实也不是篮球 是一个篮球基督徒 他曾经这么说 他说 我确实认为我的目的是打篮球 打好篮球 并为上帝的荣耀打篮球 你看到那句话是什么 他要打篮球 但是他最终的目的是 为上帝的荣耀去打篮球 是要彰显上帝的荣耀 在他的职业当中 所以侍奉神不是一定要在教会干活 当然干活也很需要 台湾的一个基督徒的作家 可能大家也读过他的书 《信林子》 他从小就是不能走路的 伤残人士 他不能像这两个篮球明星那样 能跑 能走 能跳 但是他能写 所以他用他的笔来侍奉神 为神做见证 这些人他们都非常的忙碌 他们不一定真的除了崇拜之外 可以在教会 像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一样 来装修 来做其他的 检书 做这个 他不一定有那个时间 但是他一样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来侍奉神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侍奉 你有没有思考过 你剩下那几十年当中 你如何的来侍奉神呢 如果你没有思考过 现在就要开始思考了 因为只有侍奉神的人 也就是敬前的人 真正相信耶稣的人 才会在最后的审判当中 站立得住 但是要提醒大家一点的是 我们的侍奉 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别人见得到的地方 我们就有敬前的生活 别人看不见的 就藏乌纳旧 讲个故事给你听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京八部委 京八部委应该是挺热的一个地方 那边有一个司机 他有一次接了个工作 负责运送一批的精神病人 去到另一个城市的精神病院 在途中太热了 有酒吧 坐下来喝杯酒 他喝了一杯 再一杯 喝的多了一点 就睡了一觉 醒过来之后 发现车上的人都跑了 那怎么办 怎么交差 喝了酒之后 脑子特别灵光的 你们有没有试过 他突然间想到方法了 怎么办 前面有一个长途公交车站 把自己的车 开到这个公交车站 来上车免费的 摘了一批人 去到精神病院 然后告诉那里的医务人员说 这些人的病情非常严重 很容易激动 而且都会胡言乱语 你们别理他 这个谎言 足足 用了三天才被拆穿 三天之后那些 被抓进去的家人 开始找了 怎么不见了人呢 慢慢慢慢才抓到了这个人 当然司机受到惩罚 这个世界无奇不有 但怎么样他都骗了人三天 我们可以欺骗人 我们可以欺骗一段的时间 但是记得上帝是轻慢不得的 我们的金钱 不需要装出来给人家看 没用 上帝都知道 审判的时候 上帝的那个记录册 记录了你所有的东西 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侍奉神 用生命去侍奉的时候 我们是要真心 真意 真诚地来侍奉 不是我们要做得多好 这我想就是我们教会里面 阿伏也常常讲的我们的特色 我们这个教会特别真诚 我们不太讲太多天上的话 把属灵的话挂在口边 不需要 我们活出真正的自己 我们是怎样的就怎样 我们软弱的时候 我们告诉人我软弱 求主帮助 求弟兄姐妹帮助 我坚强的时候 我去站起来做更多的事情 上帝知道所有的事 而我们做招待 你不是在外面做招待 为了讨好这些弟兄姐妹 不是的 你是为了讨好谁 上帝 你唱歌 或者去其他不同的服饰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侍奉神 但是要过一个侍奉神 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不容易 只要你进前起来 你常常都会受到供给 在教会的事后 路上就不好走 是不是 所有你做带领的工作的人 我相信你们都面对过 被投诉 自己失望 种种让自己难受的事情 包括我也讲过 以前做办营会 做营长 每年要换一个营长 因为做完了之后 下一年不想做的 都预备了很久很久 然后最后还要求人来报名 对吧 自己又没收工资的 对吧 你带小组 带茶经也是一样 你准备了很多很多东西 结果 人家 没有来 带领赞美的那些 人也是 可能自己一早 预备好诗歌 发给大家 大家练好了 回来我们练习 到最后谁都没练回来 急死了 对不对 传福音我们就更多这些问题了 很多人生命当中遇到问题了 来到教会求帮助 你可能也是尽一切的努力 我们要彰显上帝的爱 帮助他 然后他也可能透过你的帮助 也认识教会 甚至受洗了 你以为行了 传福音成功 谁知道过了一段时间 困难过去了 人去哪里了 不见了 这种事情我们常常都会遇到 你只要是一个传福音的人 你要知道 你所失望的 可比你成功的多得多 侍奉神是难的 因此很多基督徒 他离开了教会之后 就把自己的身份隐藏起来 为什么要隐藏 很少在自己的工作场所 在其他的场所里面 朋友圈子里面 去大声地告诉别人 像刚才我举的那两个例子 林书豪或者是韦德 我是基督徒 很少 为什么 害怕 害怕自己跟那些圈子的人不一样 害怕别人取笑你 害怕别人挑战你 就像这个礼拜 很多人回来帮忙装修 这些人装修 你知道这几天是假期 如果他们出去做这个工程 他们一天工资多少钱 来这里又没钱 又花这个精力 如果别人听见了 就取笑你了 对不对 傻瓜 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 如果你真正是一个侍奉神的人 总会有一大堆挑战 失望 困难 陪伴着你 但是虽然难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事奉神 不是做事情的事 是势力的事 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 它不是一个选择 它不能是一个选择 不是我一个星期 星期天我做基督徒 然后星期一到星期六 我做回自己 也不是我做一两次 这个有关信仰的事情 而是坚持整个生命 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 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 有一位长辈告诉我 他让我 提醒我 警告我 因为很多神学生 一毕业之后 就把自己当做了 传道人牧者 不得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神学生教会是最害怕的 因为出来的时候 都会为教会带来灾难 他们都认为 神学院学到了所有的东西 一出来就是一个牧师的款 蹲在那 开始做教导的工作 因为他们还没遇到困难 然后就开始遇到困难了 就挣扎了 那个前辈就告诉我说 一个神学院毕业的传道人 你要能守住头七年 你就能侍奉七十年 但问题也的确是这样 神学院毕业的 我在十年前 现在不知道 十年前我看到了一个统计 百分之六十的毕业生都饶不过七年 就被打败了 不再做传道人了 当然 这可能有不同的原因 可能是自己的原因 也可能本身这个就不是上帝的护照 但我想这个逻辑也可以用在我们平信徒的身上 就是怎么样去坚持 我们要尽钱 一天两天很容易 我们要坚持一辈子 是过敬畏神的生活的 不容易 敬畏神不代表我们不犯错 而是我们犯错会认罪 会悔改 这是两回事 一个信徒 如果他做小组长能够带领七年的话 他就能够带领七十年 小组 如果一个人连续参加祷告会七年 他就能够去祷告七十年 一样的 在过去侍奉的日子当中 我和艾比我们都 都经历了无数因为侍奉掉下的眼泪 有些是因为失望 有些是因为遇到困难 有些是遇到不同的伤害 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学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今天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 以色列人他们当时我很失望 但是我们要接纳 失望是一个现实 它是存在的 我们不能够否定它 除非到了最后审判的时候 侍奉的人只要你是侍奉神 你一定会有失望 有逼迫 有挑战 如果你生命当中没有这些东西 你要反思一下 你可能不再侍奉神了 你可能只是在侍奉自己的感觉而已 如果这个失望是一个现实 那我们认清之后 就不要被这一些失望打败 使你灰心 不要因为失望 像以色列人那么说 侍奉神是白费的 我做来干嘛 我做来还得不到好处 我做的越多 越多人来攻击我 对吧 但神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盼望不在今天 我们的盼望不在我们所做的事情里面 也不是在我们所说的事情有多好 别人有多好的反应 不在这里 因为我们所侍奉的只是上帝自己 所以不要因为我们做事情 侍奉神做得好不好 和失望或者满足 今天我们所做的事情 神都有一本册子 都记住了 我昨天在弄瓷砖 普尼辉的时候 我也很失望 我在侍奉这事情的事我在做 做来做去 这个Sam一弄就很直 我是弄一弄歪了 再弄一弄就整个洞就扣出来了 怎么弄都弄不好 但是呢 我在想起我自己的奖章 我说不要紧 我是在侍奉神 做得好不好不要紧 我的心摆上了 对吧 我们做事情一样的 你的心有没有摆上 至于那个结果 我们交给神 如果你今天还是为着 你生命当中如何的去侍奉神 过境前的生活有烦恼 或者有挣扎吧 不敢去用生命去侍奉 有惧怕的话 最后送给你一句的经文 马太福音当中 八福里面的其中一福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也就是说当今天你在侍奉当中遇到困难 遇到这种的逼迫 遇到失败 遇到失望的时候 不要灰心 你们是有福的 因为我们要得着的 不是这些事情的果效 乃是天国 天国是我们的 这才是最大的福分 盼望新的一年来临的时候 我们能够共同的努力 一起的来在生命当中的 每一个角落里面去侍奉神 不单单是教会 是你整个生命 Amen